他就是那位心怀热血,萨爽英姿的英雄飞虎,曾在《飞龙在天》这部经典剧中绽放光芒,震惊全场,而在近年来的《金家好媳妇》和《甘味人生》等热播剧中,他的演出同样令人赞叹不已。 这位备受关注的明星名叫黄少奇,你是否觉得他的人生如同戏剧般跌宕起伏呢? 实际上,他的演艺道路并非一路畅通无阻,他曾是一名模特,后来毅然决然地投身于演员行业,为了生存下去,他愿意尝试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,然而,一年过去了,他的收入仅为区区十万元,实在令人心疼,然而,他从未轻言放弃,始终坚定信念,最终迎来了今日的辉煌成就。 更令人惊喜的是,他的妻子也随之浮出水面,原来他正是双胞胎女子团体M12的姐姐吕明珍。 2013年,狗仔队无意间捕捉到他带着孩子逛商场的画面,令人惊讶的是,他早已在2009年与妻子吕明珍秘密登记结婚,并且育有两位活泼可爱的儿子。 这对宝贝儿子不仅完美,继承了妈妈吕明珍那张精致的脸蛋,还有着爸爸黄少奇那双深邃迷人的大眼睛,简直蒙翻众人,在Facebook上,我们常常能看到黄少奇带着两个儿子外出锻炼的照片,粉丝们纷纷留言调侃,称这两位小家伙一出生就拥有了私人教练,身为父亲的黄少奇,星途越发璀璨,不仅在三历台剧甘位人生。 和金家好媳妇终有着出色的表演,近期还接连收到来自大陆的电视剧邀约,他曾在接受采访时透露,出到大陆拍戏时,他深深感受到中国影视界的人才济济,于是我开始通过观看大陆电视剧来学习,锁定其中一位演员,他说,晚我就跟着念,尽管无法像其他人那样流畅自如,但至少我在全力以赴,这让我们看到了他勤奋刻苦的一面。 黄少奇在22年前主演的《飞龙在天》赢得了广大观众的热烈喜爱。 近几年,他又加入了八点档的演出阵容,在《天之娇女》拍摄完毕后,他突然消失在公众视野。 昨天,25日,他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组与妻子,两个儿子在美国共读圣诞节的照片,并申请写下, 专注陪伴你们四个多月,看着你们纯真灿烂的笑容,是我最大的幸福。 愿我的家人永远平安健康快乐,圣诞快乐。 据悉,黄少奇坦诚地表示,他已经离开台湾长达七个多月,期间他先是前往大陆拍摄了一部战争题材的电影, 随后短暂探望了母亲后,便直奔美国与家人团聚,原定于9月份返台的他。 由于不舍得温馨的家庭生活,因此决定将返回日期延迟至本月28日,听到这个消息。 儿子们的眼中闪烁着泪光,除此之外,他放话给观众,表达未来在演艺事业中, 他会更加专注于那些让他产生浓厚兴趣的题材和角色。 毫不掩饰地表示,金钱已经不再是他最优先考虑的因素, 他更期待在这个过程中寻找到真正的快乐,同时也能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。 时光到回至2010年,黄少奇凭借在《家和万事兴》中的精彩演出, 成功在台湾本土剧市场崭露头角,而后推出的《天下女人心》。 甘味人生以及金家好媳妇,更是进一步稳固了他在本土剧领域的一哥地位。 事业如日中天的黄少奇,感情生活同样丰富多彩。 他与陈仙梅曾在剧中饰演一对命运多舛的恋人,由于剧情需要,两人经常有亲密接触。 私下里也因戏生情,真挚地走到了一起。 然而,就在他们在阳明山上约会被偷拍的消息曝光后不久,这段恋情仅维持了短短一周的时间, 便从热恋情侣变为普通朋友,恋情如同疾风骤雨般消散无踪。 如今,两人都坦然承认现在的处境实在尴尬不已,甚至连眼神交流都变得异常不自然。 两位人既偶像因戏结缘而引发的绯闻瞬间传遍大街小巷。 然而,两位当事人却向媒体公开表示,他们的确真心相爱过,但无奈外界压力过大,导致这段感情不得不画上句号。 陈仙梅感慨道,我一直以来都是个敢爱敢恨的人。 对待爱情勇往直前,从不理会他人的眼光,然而少奇、黄少奇却想得过多,他选择了结束我们之间的关系。 至今为止,我仍然百思不得其解。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,这番言论似乎传达出黄少奇在处理情感问题时显现出的些许脆弱。 然而,黄少奇解释道,我并非害怕面对,而是觉得事业更为重要,我曾与鲜梅深入谈过。 认为目前阶段应当将重心移至事业上,所以才做出了分手的决定。 这次短暂恋情过后,陈仙梅竟然连续三度寻求算命大师指点迷津,算命先生们无一例外都告诉他。 只要顺利完成这部戏的拍摄,他必将遇到那个真正属于他的人,并且会有美好的姻缘在前方等待着他。 自那以后,黄少奇在感情世界中几乎保持了沉默。 直到2013年,他被狗仔队拍到与一位男孩共游商场。 这段陈锋已久的感情故事终于得以揭晓,黄少奇的妻子小珍也随之浮出水面。 原来他正是一名为小珍的吕明珍,同时亦是双胞胎女子组合M2的姐姐。 与黄少奇隶属于同一家中介经纪公司。 他过去曾出演过《一难忘》、《飞龙在天》以及《日正当中》等知名电视剧作品。 事实上,黄少奇与吕明珍早在《飞龙在天》这部戏中相识相知。 那段刻骨铭心的12年恋情,终究迎来低调温馨的婚礼。 2009年,黄少奇终于抱得美人归,迎娶了素颜女神吕明珍女士为妻。 婚后两人育有两个活泼可爱的儿子,共同组建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四口之家。 为了让孩子们接受到顶尖级别的教育。 黄少奇这位伟大的父亲突然有了个大胆的想法,送自己的两个儿子出国深造。 于是,他协同美丽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们离开故土,远赴海外展开实地考察之旅。 令人遗憾的是,在他们归来后入住隔离酒店的日子里,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, 晚餐迟迟没有送到房间,看到家人受苦,黄少奇心中充满了愤怒,忍不住在社交平台上洋洋洒洒地写下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文章。 严厉指责这家酒店服务的缺失,虽然这段经历让人心痛,但这并没有改变黄少奇坚定的信念。 送家人出国生活,不久之后,大儿子Jeremy和小儿子Ethan欣喜若狂地踏向了出国留学的新征程,而年轻的妻子吕明珍, 因为要照顾年纪上幼的孩子们,也不得不随行陪伴,黄少奇则选择留在国内,继续为她热爱的演艺事业奋斗。 哎呀,你肯定想象不到,短短几天之内,台湾女星吕明珍母子三人竟然在国外全部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。 据了解,早前吕明珍刚刚分娩不久,就带着刚满十岁的大儿子和六岁的小儿子与妹妹一家共相盛举,外出旅游庆祝生日。 谁知,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困扰。 生日派对结束后,小儿子首先发起高烧,体温高达惊人的40度,随后经过检查确诊,吕明珍焦急万分,立即联系相关部门寻求专业意见。 考虑到当地疫情形势严峻,医生建议他们在家中自我隔离休养,而不是住院治疗。 然而,小儿子的病情并未得到缓解,不仅持续高烧不退,还频繁呕吐,让吕明珍心如刀割。 幸运的是,在第三天,小儿子终于退烧了,可大儿子却也不幸感染,同样高烧到40度。 面对两个孩子的病情,吕明珍一个人忙得不可开交,身心疲惫不堪,她已经47岁了,身体机能不如年轻时那般强健,恢复速度自然也就慢下来了。 谈到黄少奇,她可是为深情款款的丈夫,对妻子呵护备质,也是为孝敬父母的好儿郎,对母亲照顾无微不至。 她曾为了照顾年迈的母亲,毅然决然地暂停工作整整一年,这样的男人,真是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呀。 虽然工作繁忙,黄少奇仍坚持陪母亲锻炼身体,视其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人,他们的深厚情感源自童年时期的艰苦岁月,那时家里穷困。 黄少奇总穿旧衣,为了省钱,她羡慕有合适衣服的同学们,学校举办变装日活动时,其他孩子兴奋地换装,她却因为美好衣装难过, 她知道母亲尽力了,所以从不抱怨,艰苦的生活使母亲身体不好。 我母亲五十岁前,我很少见她真心笑过,黄少奇知道母亲担心,所以摔跤受伤也不告诉她,自己忍痛,母亲发现她不对劲时,惊慌失措的样子让她心疼,她背不动我。 家里又没男亲戚,只好求大表哥背我去医院,我虽意识模糊,但能感觉到她的焦虑,这次经历让她更真爱健康。 现在,她是艺人,收入稳定,母亲心情好转,笑容重现,黄少奇也曾因和母亲观念不同烦恼。 十年前,我困惑,但随着年纪增长,我开始帮她做家务,我开始理解她,关心她,尽量配合她。 现在她不再试图改变母亲,让她快乐最重要,她的母亲一定很庆幸有这样一个体贴的儿子。 她曾因贫穷困扰,但从未怪罪母亲,她只是个小学生,就明白妈妈就是妈妈,不管何时何地,只要她来,我就满足。 这样能站在母亲角度考虑的孩子,实在难得。 面对财富,她淡然,尤其是从小贫困的她,对金钱并不看重。 她拒绝继承父亲的财产,展现了她的坚韧。 对家人,她真诚,孝顺,有担当。